仙色公5月28号到6月1号连续五天 举办神农文化祭 公祝神农大帝万寿圣诞 而在活动进行到第四天时 仙色公也安排神农大帝车队 绕近三重全区为民众祈福 仙色公一连五天举办神农文化祭 活动第四天仙色公将祭祀神农大帝的 上千颗绿豆糕分送给民众来享用 我们准备的这个寿龟呢 总共有6000个那个烈豆糕 做成了一只寿龟 拜拜神农大帝完以后 分享给我们所有的信众 让大家吃平安 那今天呢 今年的轮值区是东区 所以早上车队就在游泉市的市区里面 绕境为市民祈福 另外这次在5月31号当天 仙色公也安排神农大帝出巡车队 于三重全区采接绕境 我们非常高兴这个新北市的宗教文化节 神农文化祭在我们仙色公来举办 已经连续办了好几年 那我们这个宗教的力量除了稳定 这个净化人性以外呢 我们也对社会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所以仙色公过去在很多的公益活动 我们也不遗余力 欢欠一年一度的神农文化祭 百年古籍仙色公依照惯例盛大庆祝 叛为民众祈福 记者方建凯戴华三重采访不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